好一组长针完成之后呢 我一组这个是长针的加针 然后绕线 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穿针 绕线勾出来 我们勾一个单独的长针 这一针里不用加针 然后再绕线下一个针目里 勾出来 一组长针的加针 勾出来一个了 然后绕线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出来一个 好 现在又完成了一组加针 我们绕线下一个针目里 勾出来 一个长针 这样现在是已经是完成了两组 因为一组加针和一个长针是一组 一组加针一个长针是一组 现在是完成了两组 我们一共是要勾出来七组 就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加针就是七组的 现在我们三针为一组 也还是勾七组 按照这个顺序 勾一个加针 一个长针 一个加针 一个长针 这样勾 现在勾好一个加针了 下一针里就是一个长针 然后绕线 然后绕线一个加针 勾好之后下一针里 一个长针 我们一直勾到这个左边 记号扣的位置 勾到左边记号扣的位置 停下来 我这边光线不太好 然后我手一动 它就 它就那个 感觉有点反光 一边勾一边数啊 一定是三针为一组 一个加针 一个长针是一组 一共这样勾 勾七组才对 如果不对的话 就是勾错了 好 现在呢 我已经勾到记号扣的位置了 勾到记号扣的位置 我们现在是一个 一组加针对吧 然后记号扣的位置 还是有一针 还有一针 我们取下记号扣 我们在这里 给它勾出来 一个单独的短针 然后 这样第七组的 也就完成了 第七组加针 也这样也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数一下 鞋头一共是21针啊 我们从这个左边的 这右边的V字形开始数 右边的V字形 这里数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192021 一共是21针 勾好21针就对了啊 如果不是21针就勾错了 然后我们绕线 到这中间这个位置了 我们下一针 是要跟这边是对称的 我们勾了两个中长针 这边也要勾两个中长针 我们绕线 中长针就是一次性带过 四个线圈 这样勾了一个中长针 然后再绕线 在下一针里 勾出来 然后再绕线 一次性带过 这样就是两针中长针了 然后我们在下一针里 勾 勾短针 下一针就不用绕线了 勾短针 好 勾出来六个短针 勾到绿色记号扣的位置 勾到绿色记号扣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里也是 到了写号根加针的位置 因为我们左边的时候 加了三组加针 然后右边也要勾三组加针 然后我们现在是 第一组 我们要勾一个单独的短针 然后下一针里勾出来 一组短针的加针 刚刚忘了时间了 刚刚忘了时间了 然后那个 我们接着讲 然后第三针里勾出来一个短针 然后第四针 然后第四针里勾出来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里不要说你勾错了 然后我们还剩两针 我们勾出来一针 短针 然后最后一针里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 然后我们这里加针就结束了 斜后根就结束了 我们跟第一针 第一个短针上面的这个辫子针 给它引拔 勾引拔针直接拉出来 直接拉出来 然后立一个起立针 先放在一边 先放在一边 然后 可以看一下 我们斜后根加针的位置 这里也是加了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三针为一组 然后这边加了三组 这边加了三组 这样看着就是比较明显的 我用的这个线特别的粗 是用八股线勾的 所以这个看着就是比较明显 是用八股线勾的